你不会真的以为 淡宰岛中的所有墙面 都不会把淡宰弹飞吧 快看 我的淡宰 靠近了盲盒店外的橙色墙面 没有被弹飞 反而和墙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所有建筑物外的墙面 都是不会把淡宰弹飞的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官方在淡宰岛中 隐藏了一面非常恐怖的铁网墙 只要淡宰靠近它 就会被它弹飞 你们难道不好奇 会把淡宰弹飞的恐怖铁网墙 它究竟在哪里 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当淡宰靠近墙面后 就会被阻挡住 双脚开始原地打滑 但是并不会被弹飞 如果你的淡宰 也没有被墙面弹飞过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淡宰岛中的绝大多数墙面 都是不会把淡宰弹飞的 比如说商店外侧的玻璃墙面 当淡宰靠近它以后 也只是双腿开始原地打滑 并没有被弹飞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淡宰岛中 隐藏起来的这个恐怖的铁网墙 它能把靠近它的淡宰 弹飞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宰岛中 找到了这个 可以弹飞淡宰的恐怖铁网墙 它就在拳击类台外 当我的淡宰靠近铁网墙时 此时就直接被弹飞了 根本不能与它紧紧地贴在一起 每一次靠近 都会被瞬间弹飞出去 所以说在淡宰岛中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墙面 都不会把淡宰弹飞 其实官方 还隐藏起来了一面恐怖铁网墙 淡宰只要靠近 它以后就会被它瞬间弹飞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